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滋润的糖水 特别是女士的 这个糖水对皮肤很好 就是冰糖雪耳炖木瓜 煲糖水我们选雪耳通常是选这种 开得很灿烂的这种 因为它是比较软身的 煮的时间是不用太久的 而这种刚刚还没开放的 这种通常用来煲汤 因为它比较爽口 耐火一点 今次就用这个来煲汤水 这个就留回来煲汤 还有几粒的红枣 冰糖 还有一些木瓜也是很划算的 我用一个已经够了 雪耳也挺大 我用半个也够了 加些水浸软 木瓜切开 然后把红枝划了 把里面的红枝划了 把它切开 切开一半 然后再切开一半 然后再切开一半 你喜欢吃多大粒就切多大粒 把切好的木瓜放在锅中里 切到中间深的那块就不要了 因为那块比较硬的 切碎少少少 切碎少少 把红枣放在锅中里 要把红枣划的锅中也切碎 把红枣划的锅中要比较烫 轻轻固 把红枣划虾 加入净 JERUN IN 现在锅入 Eran 加1块铁铁链 叫 sign in 放入烤箱 放入烤箱,看水来到大约半小时就可以了 不能太满水,否则水会滚入里面的材料 现在开始烤箱,水滚后就等半小时就可以了 等它先烤一下,等一会再拍给大家看 现在煮滚了,就够小火 等它慢烫半小时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烫了半小时 就可以关火了 冰糖雪耳炖木瓜就做好了 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冰糖雪耳炖木瓜 雪耳对女士的皮肤很滋润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